-要不要再做的! Hello大家好!又是我DeeDeeDee 耶! 很开心,我现在第一次要做Q&A Yeah! 那很开心5万订阅 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看了自己的频道 我算是一个成长很快的频道吧 就慢慢走到5万订阅 谢谢你们 所以我就觉得 如果要做一个10万 可能要隔很久才能做到 我就先做一个5万 然后在YouTube和IG 就问大家一些想问我的问题 那我另外一个伙伴 莫卡呢 他就有帮我选了一些问题给我 就是我现在才会看到 我要回答哪一些问题 就很紧张 快问快答这样子 直播语情 马上进入我们第一条问题吧 迪达可不可以说马来文 哇 可不可以修两句 还有一题是 你的粉丝名字叫什么 马来文的话 阿波卡巴那些就太简单了 是 Sudamakan Chorimakan Jong 然后迪达粉丝的名字 迪迪 迪迪吗 我是迪达迪达嘛 因为时钟的声音 还是他们叫时钟 这样好像要送他们去哪里 时钟 我应该要问大家好了 因为迪粉吗 迪粉 迪粉是不是也不错啊 迪粉 你就叫他小幼幼好了 小幼幼 对啊 幼幼们 幼幼们 大家好 时钟 你们爱吗 嗨时钟们 证明是什么 你多高 为什么会跟 Soya Mocha 走在一起的时候 把他们好像拍得很 第一 他们是真的很矮 Soya 哈哈哈 因为Soya跟Mocha 两个人是超多的身高 15多吧 然后我的身高是168 我听过很多朋友跟我说 看荧幕上面我的长相 或是看照片 你觉得我是矮矮的 但你看到我真的的时候 就被我吓一跳 哇 你长好高喔 都会比我高的 对 我比Peter高 哈哈哈哈 真名的话 听到了 再来就是喜欢的歌 最近看的戏剧 我最近 我喜欢看电影多一点 因为 电影就两个小时可以把它看完 戏剧要追好多集 其实我很少看 但我最近努力在追的叫 请回答1988 喜欢的歌 匹各所在 是魏如轩 我没听过耶 很好听 它有台语 普通话跟英文 还有广东话 都在一首歌里面 感觉很棒 还要来听到 对 下一题 喜欢什么样的茶 手摇杯 我很喜欢有珍珠的东西 就是珍珠配什么 我都会蛮喜欢的 布丁珍珠奶茶 布丁就太多了 还有我很爱喝茶 我这个人 什么铁观音啊 布隆啊 水仙啊 普洱啊 反正茶我都很爱 诶 迪达的油软度好吗 大概是 质量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已经尽头咯 其实一点都不好 哈哈哈哈 就是我是筋很硬的人 很夸张 有没有想过演出电影 或连续剧吗 最想演什么角色 当然有啊 我会找她 对对对 有来找我 各位有没有看到导演们 很想演一些 搞笑的也可以 跟认真谈情说爱的也可以 妖艳妩媚的 那是恐怖片我不行 那我演一下 来来来来 现在就是很妩媚 但讲话很台 很台 我讲台语喔 Action 他给你呢 谁要挖街 哈哈哈哈 这样可以吗 来个认真的 认真的 告白告白告白 我要认真的 来个搞笑大家看太多 对你的始终告白 始终吗 这是我的情书 请收下 我希望我会开始想念你 其实 恭喜亲 杨浩可不可以挑战注音符号 从头唸到尾 deven vision 有 你读一次我就背出来 真的吗 对来 А 合作邀請我超級大力 是你的忠實粉絲希望你來選我的問題 我選你 見不見說我其實是可以的 只要時間配合上的話 我覺得大家合作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再來就是 緣份吧 在台灣有什麼樣我特別經驗 是在香港完全沒有體驗過的呢 就是台灣很多很多機車 然後到處都很多機車 最厲害的是 我現在也有一台機車 哈哈哈哈 每天上菜飯我都起40分鐘 很久耶 上下班的路程 我完全沒有體驗過以後來台灣才學的 快點 非常厲害 去台灣留學的時候有沒有覺得很難 想放棄回香港呢 我覺得我有很不開心的時候 但是我沒有想過放棄回去的 因為當時我大沙 因為 因為拍片的東西 學校拍片的東西 而搞得很不開心 很不開心 但是很幸運 他們又填到冰塊 然後CCY他們那邊 可以令我分心去做其他那些事情 令我走出那個低潮 現在才可以見到現在的迪達 不過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就這樣放棄的 我當時都覺得我已經來了 都到了三年了 絕不放棄 對 絕不放棄 然後一年就畢業了 然後你看起來 現在的確是畢業了 現在我已經做事了 我對Linda的那個時間 你再看過去呢 它只是一個 令你成長的一個階段 如果我沒有玩下去呢 我也不會認識到你啊 Peter 我也會認識到大家 人生目前最難忘 最印象深刻的事 感謝 這個可能有一點點瞎 對呀 我就講我很小很小時候的 印象的故事 蠻難忘的 我以前小時候呢 我會覺得 我看那個飛機 我就覺得 哇 飛機是這麼小一台東西 你要想說 那人要怎麼進去呢 我就覺得 那時候大家是要通過 哆啦A夢那個縮小的 變身的那個東西 變小之後呢 你才能上飛機 你要知道 那出來之後 我們年紀會長大 你又不會那個放大的 你才能走出來 我就一直很堅信這個東西 我姐 表姐那時候就跟我講說 沒有飛機是很大的台 我說不可能 不可能 知道我親眼看到她的大台之後 我真的毀滅了 怎麼會這麼大台 哈哈哈 迪達什麼時候會再來馬來西亞 我覺得就等這個疫情過去之後呢 我就會去馬來西亞啦 我要找我的阿仁摩咖 我覺得去到馬來西亞 應該也要多拍一點片 我上次只拍了一部 有點可惜 有點可惜 我沒想到那部片 大家會這麼受歡迎 我想說 我這次去的話 我要再嘗試多一點馬來西亞的東西 拍影片分享給大家看 有什麼想去 但還沒去的台灣景點嗎 其實我不算是去過很多 那種很著名的阿里山啊 清淨 農場那些 我都沒有去過 但我最想去是外島 因為我也沒有去過外島 會辦粉絲見面會嗎 蠻期待的耶 啊我不敢 我可以幫你策劃 你們會來嗎 好啊 10萬的時候要不要約一約 十萬的時候我就帶你們去 我台北一二三餐就是最好吃的餐廳 來 到時候一起吃飯 想問迪達未來的方向啊 我其實現在呢 是在工作的 就是我念完書之後呢 就在台灣這邊工作 所以短期內呢 是不會回香港那邊工作先 因為我已經剛好弄完我的工作簽證了 所以也會先在這邊留下來 然後我也會做YouTube這一邊的影片 所以算是非常累吧 剪片上班下班超累的 真的很累 但也希望我能堅持下去吧 那堅持的動力就是你們啦 為什麼你都 腼腆溫柔 受氣裡 還是偶爾 流露出一股殺氣的味道 欸還想活著就不要講了 我不要有一個 完全沒有殺氣的要不要 等一下 去哪 回來 第一道男朋友嗎 Tone Alice Alis Alisandra 出來 沒有 好了 那我好像已經回答完了耶 這麼快喔 喔 有點不夠 對啊 很多人的留言可能沒有被選到 不好意思 10萬再來好不好 好 然後呢很謝謝大家的人 今天問我的問題 然後希望大家呢通過這個視頻 有更了解我一些 就還是很謝謝大家 讓我已經到五萬訂閱 這個訂閱數了吧 也謝謝每一次在影片下面都會留言給我 有一些呢我覺得我們已經好像朋友這樣子 就是你每一次都會來 其實我都記得你們 謝謝你們每一次都在 然後也希望你們未來也會在 那應該要做什麼 我應該要送一個吻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一集見 掰掰 掰掰